昨天蔡英文PO的臉書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這部我也去看完 其實我已經看完了 他說我知道大家最近都在追人選之人 那還說以下無雷推薦 不要直接Ending 那他前面就是後面講了很多 怎麼如何製作的 但也特別溫馨提醒說 注意喔不要不小心看到早上 那很多人其實下面的網友 又再度就名怨爆棚 因為第一個你身為總統 那你每天就在這些做這些事情 你準退休模式 甚至已經在退休實習生的狀況 那更多人提到說 你就在追劇 而且不管是 然後我們現在又剛好陣縫報稅計了 報稅給你 然後讓你可以再追更多劇 然後每一天就在做一些 輕輕鬆鬆的議題 仿佛在世界上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那今天是我要問漢廷議員的是 因為實質上 抱歉我還忘了這一位啦 不能把他邊緣掉 總統都PO文了 副總統立刻跟上 然後他說他也是守護民主的照浪者 還就是直接模擬那個照浪者 就是人選之人裡面的照片 去擺拍了一下 那當然我們剛剛在前一個小時 透過民調你會發現 賴清德在年輕族群 換不回來 而且換不回來一個很大的關鍵 是因為想到他 想到民進黨 就會擔心要青年上戰場 所以年輕這塊 確實是賴清德很缺少的 他現在也很努力要抓 不管是從劇裡面出發自己去做Cosplay 還是他都告訴我們說 他不是人選之人 而他是政治的天選之人 我不管 但實際上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就是漢廷議員 我要請你幫我解析的 之前大家討論的台版柬埔寨 那結果想不到有案外案 因為台版柬埔寨 去實際上追了之後 發現到是北市警方 大同分局的寧夏所 有一個業姓的所長 居然涉嫌洩漏資料 那洩漏資料給一些 像他們講的藍道等等的 這些人頭啊 或這個其中跟台版柬埔寨 相關的人員 那為什麼要洩漏呢 因為他有收取賄賂 那當然現在他已經被這個免職了 不過這被讓大家看到說 原來台版柬埔寨 也跟真正的柬埔寨 那樣的這個KK園區 有官官相互 或者是警民之間合作 然後包庇 讓他無法曝光 想不到台灣真的不只是行人地獄 也是治安地獄 先從蔡英文跟賴清德 在蹭這支影片開始說 因為當然他們的作為 就跟過去奧運來了 然後他們就轉換成為體育主播 幹的都是一樣的事情 那現在就是變成了 這個追劇的小編 或者是所謂的這個 各種劇情的這個報道者 所以好好的總統跟副總統 都不幹 都跑來當成是一個記者 在做的事情 我們很多網友 他不是人選之人造浪者嗎 然後我們很多網友 就有一些造孽者 造反者都有啦 對 因為先前這個大家民調也有說 如果你拿到槍了之後要做什麼 然後80%的民眾要當造反者 好這開玩笑 所以實際上就他們正經的事情 幹的比較少 可是呢 化身成為網紅 然後每天吃播 什麼幹的事情很多 那當然他就是為了要蹭聲量 因為這部劇呢 從4月28號在Netflix 就是開始上線之後呢 短短的幾天又遇到了廉價 所以在網路上的聲量暴漲 那當然就會引來這些人物的各種的 擦邊球 各種的來蹭 各種的來擠 那再加上這部片 他的意識形態 或他傳達出來的一些事情 跟民進黨整體的價值觀 也是很符合的 也都是高舉台灣兩個字 在這個劇裡面的這個政黨 或者是裡面的一些大背板 或什麼的 其實比較少看到中華民國 大部分都是叫做什麼台灣 然後一定贏 台灣第一 這裡面的概念太像民進黨了 所以那當然民進黨 如果沒有拿來宣傳 沒有拿來用的話 那真的也是太傻了 不過呢 當蔡英文跟賴清德 在大肆吹捧的這個劇的時候 當然還是要說 就藝術的角度看 或各種來看 那他呢還是挺成功的 不過呢在這裡面呢 有一個劇情啊 他是說立法院長 就是楊小三 有不倫戀 對吧 那當然在這個劇裡面 這個男女主角演技都是很好 就是演員當然都是好的 劇本也是好的 那他所傳達出來的 顯然這不是一個好事情 可是呢 這種楊小三啦 或是不倫戀的事情 在哪一黨發生比較多 不就是民進黨嗎 所以我也很好奇啊 這個蔡英文呢 看到這件事情 難道不會反省一下自己的黨嗎 賴清德不反省一下自己的黨嗎 每一個台灣人看到了這個劇 難道不用反省一下 現在的執政黨 檢討一下現在執政黨嗎 這種不倫戀 楊小三啦 婚外情啦 桃色新聞啦 然後或者找小雲啦 然後買琴去娃娃 哪一個黨最多 不就是民進黨嗎 他們沒關係 那我們就一邊看了這個劇 一邊覺得哇 你看果然這些人很可惡 可惡怎麼辦 那就下架這個執政黨 因為日本進口的草莓 其實時不時很蠻頻繁的 會傳出農藥殘留的問題 那一直查著查著 一直有超標的問題 然後一直檢舉到最後該是怎麼辦呢 乾脆就把規矩給放寬就好了 現在呢 我們在去年底的食藥署 已經改裁100%的逐批查驗 導致日方提出的申請 要求我們要放寬限制 然後呢 然後我們就放寬限制了 因為昨天這個食藥署長 吳秀梅就說 跟專家討論之後 將核准兩種的農藥用於草莓 說過去的頻繁的 我們一直有超標 或是不符合 就是因為我們跟日本之間 我們的規範不太一樣 哇原來這樣子之後 就可以直接跟他放寬了 也省得這麼麻煩 所以董哥你居然就創了一個 以後日本進口的草莓 你就統稱叫做來這邊 吳秀梅 非常壞啊 對啊 其實你可以看到 政府碰到 這些國家都是節節敗退 從美牛 福石 然後現在加拿大又要進來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 一個食安是國內最基本的 過去馬政府時代 很多食安被人家攻擊 大家記得馬上有 2016年要卸任之前的那一屆 民進黨不分級立委 提名第一名是台大一個 食安的教授 叫吳坤毅 他當然表現很差 他在立法院唯一讓我印象 他就拿起一個椅子 要去砸別人 這台大支持 我 可是你今天可以看到 我們對於食安 大家都那麼重視 但是我們是有分別的 我們是看 看人看黨 台灣最糟糕的就是什麼都看政治 馬上有那時候 美國牛肉 萊克多巴胺有牛肉 某一些部位要讓他進來 蔡英文帶著一百多個人民團體 幾百個教授 然後跟民黨公主人員上街頭 然後等萊克多巴胺的租進來 公投都過不了 那些讓人家瞧不起的教授 跟團體從頭不見 你在台灣都骯髒 就是這些人 就是這些人每天說 我是公正的 我是社運人是什麼 我老實講 我都不想罵髒話 因為連髒話都會被汙辱 你知道嗎 你就是有黨派 那時候的陳其中 吃大學家說他怎麼講 這個租資進來 影響台灣 七百億的租資產業 怎麼可以進來 對不對 絕對不可以打死也要黨 現在是他們都公贏他進來 所以每一樣每一樣 其實在台灣 台灣能吃食安剛剛好 因為你既然要去配合這樣的黨 我看了這幾年 讓我最痛心的事件就是這一件 既然台灣人投票同意 吃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 是不是 那你要講食安就不要再講了 所以我看這個 吳秀梅要進來的話就讓他進來 沒什麼關係 反正我也吃不起 但是我告訴你 將來會越多越來的核食 或扶食 什麼慢慢的進來 你真的完全拿他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在阻擋你知道嗎 我們的食藥署應該是一個很專業的單位 但他不專業 為什麼 因為他搞政治 搞政治就可以保官位 大家對食藥署 最搖頭的是什麼 就是這兩年黃毅他對高端 的態度嘛 不是這樣嗎 那大家都已經提出這麼多的問題 你們保護高端保護到現在 現在高端 那麼多銷毀 政府花那麼多錢 保障到底 那請問一下現在疫情夠了 高端全世界有哪個地方認證他 沒有 美國歐盟世界衛生組織有嗎 沒有 通通沒有 那通通沒有 那現在怎麼樣 現在又來了 所以他現在可以 從韓國進口大罐的流感 然後來國內分裝 所以他也獲得 食藥署的同意他可以 拿到我們 等於說流感疫苗的 政府的那個標單 我有時候講 你們食藥署在幹嘛 你在替特定的一些 公司或者一些特定政黨的人士 在圖紙磨粉嗎 那國人的健康要擺在哪裡 所以你一樁見一樁看到了這樣 會很生氣你知道嗎 我老實講 像這個 日本這個煤 他已經有五次被查驗出來 我跟各位保證 如果他是中國大陸的煤 被查出一次 我跟你講 那一家垃圾報紙 絕對是頭版頭 絕對是 那幾個垃圾電視台絕對是 哇你看中國大陸 來的都是有毒的 怎麼樣 日本已經被查五次了 各位朋友 大家想想看 我們台灣這樣的政治的氛圍 然後造就了我們整個 不健康的環境 今天 大家講食安 其實都應該很重視 每個媽媽誰不重視 小孩會吃的什麼 會 但是我們整個社會氛圍 我們整個媒體的這個環境 讓你沒有辦法好好去討論 今天講科學的東西就是科學啊 對不對 大家很清楚啊 好事都一發生的時候 好事都可以退後 今天他如果 不是好事都他敢那麼囂張嗎 可以退後而已 你應該馬上提出 我要怎麼賠償 如果你有怎麼樣 醫藥會我全部付 所有東西你這樣 今天可以退後 你賣一個有毒的東西 你說我可以退後 光這樣而已嗎 我有時候覺得 這些人 每個人的後台都很領 因為他是美國人嘛 對不對 他跟賣美豬的一樣嘛 美豬 美豬反正 台灣人喜歡吃嘛對不對 公投只要四分之一人反對 就可以反對他 沒有耶 台灣連四分之一人出來反對 吃美國 萊克多飯的豬肉都不肯出來的 那你只好去吃不乾淨 或有毒的 這本來就是你自願 這就是民意啊 所以你看這些事情 一件接一件 將來台灣的這種食安問題 會越來越多啦 絕對越來越多 到最後大家都變成懶得談了啦 因為 因為都是你發育感官的 你要怪誰呢 那今天看到吳秀梅 因為他 他現在遠然是一個民進黨的 一個 一個 一個捍衛者 民進黨政權的捍衛者 所以他做了很多東西 你會感覺非常不專業 可是不專業又怎麼樣 政治正確 跟那個叫陳耀祥的有何兩樣 對不對 前台灣 政府部門最不被信任的 不就是食藥署跟NCC嗎 那我們今天看 如果台灣這樣繼續下去的話 那當然我們會覺得很多價值流失 但是選出了民進黨 他不就是這樣嗎 這個花語港灣啊 再講一遍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很實際的理由 你知道有些新聞在綠媒是看不到的嗎 沒關係 綠媒不報的 中天買報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和我們一起用真相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就有多一份力量 我們一起去看看 我們一起去的 香港公民 我們一起去的 是